说说你的条件 公司 股份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把公司的股份都给我 真的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那些钱吗 那你还想要什么 宝宝 我给你 讲个故事吧 咱们展开讲讲 咱们爸 你知道 咱们爸用什么词来形容我吗 主席 燕阳 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有点越界了 我知道你一路走来不容易 向来对我也是最忠心的 这并不意味着 你可以在背后动手动脚 把手伸向我最爱的夹着里面 想取代它成为什么 罢了 做人 不要忘恩负义 尤其是年轻人 你怎么拿到研究生名额的 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男人有野心 是好事 但是 你的能力要能匹配你的野心才行 是 那我问问你啊 他中心这个词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中心这个词一般都用在 狗的神圣 我在 咱爸他眼里从来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条狗 开门的狗 不可能 我爸绝对不会这么说的 他也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哦 是不是这个意思都有你说了算 公主 那你告诉我 那些被侮辱的时光 我该找谁来还 所以 你和我结婚就是为了报复我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 一定点爱过我 我 我 在我的世界里 我认为 他禽兽生出来的孩子呢 怎么能配拥有爱情呢 你的目的就是要毁了我和我爸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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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个女人啊 都是咱爸交的好 咱把教会我一个道理啊 就是 狗如果不听话的话 是可以直接丢掉的 你放过它吗 我连有你处置 不是 你们这些女人脑子里都装的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穿的什么东西 老宝 你现在还有什么筹码 来和我谈判 别闹了 哦好王太 稍等一下我开销电脑 我看一下邮件 哦 我找到了 稍等 我收到了 谢谢王太 嗯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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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还差一个婚礼没有去办呢 爸爸他还没有醒 我想给他添洗 他万一醒来呢 他万一醒来呢 一定要相信我 一定 一定会给你准备一颗宏大的婚礼现场 你怎么不开心呢 你不开心吗 开心一点宝宝 笑一个 笑笑笑一笑笑一笑 笑笑笑笑笑笑笑 我 我去了 美女 大白天哪 一个人借酒消愁 有什么烦心事 跟我说说啊 嗯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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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可以让我开心的 说来听听 我能让你开心的 在这不方便展示啊 啊 我会送他回家 你送他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是哪 我没想到你这么不在意自己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如果你觉得李悠悠的消息 是我告诉宁阳的 那么现在在宁阳怀里的人 是我不是李悠悠 你呢 什么都没得到 是 我就是宁阳的一枚棋子 可那又怎么样 你连做他棋子的机会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做别人的棋子呢 你不用在这里当睡客 我是不会背叛宁阳的 我知道 你跟宁阳的关系 比任何人都紧密 但是任何亲密关系 都不可能是永恒的 尤其是男人和女人 他对李悠悠那样的富家女 尚且如此 以你手上的筹码 你觉得你能走多远 哦 对了 提醒你一句 女人还是最好保护好自己 尤其是在酒吧 有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 非得当面说 对李悠悠 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做 这事不给你管 那我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那我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娶你 你给我扯这个 所以 在你未来计划里 从来就没有我是吗 哎 你们女人 不要这么得寸进尺好不好 我对你还不够好 要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就在那个疗养院里 是条死尸你知道吗 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 我已经够烦了 你不应该提这种事 你知道吗 李悠悠这张牌 不就是你换李家产业的筹码吗 你还想要什么 李悠悠能乖乖回来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而且他爹也不在我的手上 你说什么 李悠悠他爸这个李悠 不就是个定时炸弹吗 如果没了这个筹码 那 那你都已经知道了 你还提这个事 你觉得 合适吗 男人 跟女人做出承诺 是没有自信和计划的一种表现 你都跟我这么巧 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是我心机了 对不起 之后我打算跟悠悠重新败场婚礼 目的是 记住他爸 我倒要看看那个老竹子和新人 在贝尔夫里打算怎么搞我 欣然 你怀疑他 不是还跟他合作了吗 看来 你是真的不了解我 悠悠 悠悠 悠悠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宁昂是不是打你了 悠悠 你在这里太危险了 你跟我走 你走吧 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了 悠悠你怎么了 宁映是不是又给你洗脑了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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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映 看看 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你怎么知道是好消息 不是坏消息 今天的坏消息太多了 李董事长在我手上 哦 哦 一见到你 我就能听到好消息 所以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李董事长现在有清醒的迹象 这并不是好消息 你来处理好吗 来 晓悟 出来帮我一下 哦 好的 露露 真的是你吗 露露 你能听得见吗 姐姐终于找到你了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我不知道该恭喜你 还是恭喜我 反正我们都解脱了 不是吗 请问是新德陆的家属吗 哦 我是 这是你父亲让我交给你的信 谢谢 不客气 然然 你受苦了 我知道你恨爸爸 爸爸对不起你 本想趁这余生的日子 多补偿 多补偿补偿 补偿你 但没想到这个病 没给我留下几天日子 有件事爸爸没脸当面给你说 其实你还有个妹妹 她叫白露 如果你能找到她 也算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家人陪着你 你们两姐妹 也能相互依靠 爸爸希望你一生平安幸福 有人爱你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和你一见如故 我知道为什么 你消失后会生不如死 你失踪后会那么难受 有恶报 我相信 恶人的报应 很快就会来了 尝尝 怎么 怕我下毒啊 这手艺不错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爸 欣然 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她 就在我们订婚前两天 在我爸的书房里 没什么特别的 你有没有认真想过 你爸那么严谨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突然起我欣然 你再仔细想想 我 我 与你 与你 与我 与这个公司 与这个家 有没有过二心 对 你 继续 继续 散 你 对 我 过来 对 你 我 救 救 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这个 是我和他的对话录音 难得你想偷了 凡事都要有筹码 我要一千万 就凭这个录音 当然不是 这里面有更多你想要的东西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会给你这笔钱 你说的 女人要懂得保护自己 钱 可以成为我的保护色 你这个人还蛮奇怪的 之前怎么叫你都不清醒 如今却醍醐灌顶人间清醒了 因为我想了一下 以我手里的筹码 在宁阳面前 未必能走得长远 所以 我想把它即刻变现 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情 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情 你到底是谁 一个名字而已 你一定要知道吗 雷小姐 您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 无论穿我们店里的哪一款 都非常的好看 新娘结婚前呀 都是会有点紧张 你们之间的事情 可能也不想多过 女人间那点事情 书跟书讲 不知道 这是事情抓紧的经历 我还想知道 别说了 别说了 你继续 别说了 非常危险 你一定要清醒啊 别说了 我让你别说了 别说了 李小姐 您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 无论穿我们店里的哪一款 都非常的好看 新娘结婚前啊 都是会有点紧张的 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本来也不想多过 女人间那点事情 说跟说假设知道 只是事情发展到今天 别说了 我还是希望你们相信 别说了 别说了 你继续 这个事实在很危险 非常危险的 你别说了 我让你别说了 别说了 我让你别说了 我让你别说了 李先生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出去吧 好 没事的 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当然能相信我啊 你当然能相信我啊 也是的 这样子 我们回家好好地休息 睡一觉 该天 心情好好的 再来试会上 我们先回家 别哭了啊 快 哎呀 那 你把会上换掉 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情 你到底是谁 喂 你那边记起来怎么样 放心吧 东西已经交给欣然了 我的诚意 如果你还是怀疑的话 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咖啡都凉了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一个名字而已 你一定要知道吗 对我而言 不仅是个名字 好吧 既然你那么坚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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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先生 你对你太太可真好 每天都可以这么细心地给她洗漱 谢谢 宁先生 宁先生 医生 医生 谢谢你救我 你该谢医生 病房里面是你太太吗 不是 那是你妹妹还是姐姐呀 跟你没关系吧 小龙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明天开始 就不来了 你救了我 我要报答你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带我走吧 因为她从小被家暴 所以说她患上了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 她对这个环境有严重的不安全和不信任感 我把你当成了救命的稻草 对你产生了情感依赖 以为你才是唯一能够拯救她的人 好 我知道了 她说的对 你应该感谢医生而不是她 不重要了 就因为她救了你 你就肝脑涂地做她影子爱人这么多年 如果你尝过 被人抛弃的绝望 那你就会明白 这并不算什么 她现在抛弃你了 不 是我决定抛弃她了 明天我会和宁阳一起去郊区过周末 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个地址 那是我开的一家美容院 你去找一个叫小妹的人 她会告诉你 李悠悠爸爸车祸的真相 그렇죠 对 他要不要说了 不要说啦 不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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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悠悠 我们谈谈好了 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放过我和你养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连你爸都不管了吗 我爸在他手里我没有办法 你爸不在你养手里 你说什么 你应该感谢医生而不是他 就因为他救了你 你就肝脑涂地做他影子爱人这么多年 他对你说的都信了 女人之间一旦产生同情 就很容易从敌人变成友人 可惜了 看来我还是高看他了 愚蠢的女人 只不过 他一心想要摧毁你的理由 我还是没有找到 很简单 他对我而言 不过是胜负欲而已 最重要的目标 是钱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把钱给到你 就证明我的猜想没有错 但老头子果然是把钱 转移给了新人 你明天的交易地点在哪 李总别墅 欣然 你在吗 你明天的交易地点在哪 欣然 我是林梦 你在哪 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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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赞 你赞 我 你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 这是怎么回事 林梦 像你这么愚蠢的女 还真是手机 我为你做这么多的事情 你竟然相信她不相信我 我没有要求你 你不是说你自己跑过来的吗 不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一定是受了这个贱女人的蛊惑 林杨 你想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只有我才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你清醒一点 你一直很难受一下 人能不清醒的那个人 是 不清醒 替罪羊我给你找到了 钱我得多分一场 没问题 但是事情还没办完 你一直 口口声声地说爱我 现在是时候对换你爱我的表现了 你到底想怎样 等会儿 你慢慢醒来 警察应该到了 你就对警察说 你再说 后面那个老头 是你杀的 也许你态度诚恳的话 或许 能胖个坏下 你一样 你不是人 你不想继续的 你就是偷偷 你也不会碰过你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 你回去准备明天的婚礼 别让我失望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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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喂你好 我是李悠悠的先生 我们今天预约了婚纱店里的赤穿 我想我老婆应该在店里了 但是我现在联系不上了 李小姐啊您稍等 李小姐好像去洗手间了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好的谢谢 姐 您是第一次来吧 想做什么项目啊 我不是来做项目的 我家就要不想买 我来找人 找人 你是小妹吗 是啊 你找我 对 我找你 哦 悠悠 悠悠 没事吧 你吓死我了 我可能是太累了 就睡着了 害你担心了 你真是吓死我了 李小姐 抱歉 我实在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天 林总只是让我找个人去拉货 我也是鬼迷心窍了可能 就找了刚拿到驾照的我叔去了 但没想到 又突然改了地点 又碰上下雨 我见她迟迟没回来 想联系她 就发现她手机也关机了 为了这事 我怕林总怪罪我 我就推脱说 我也联系不上她 可我说的都是事实 但我确实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原来是这样 好一招借刀杀人 原来她一早就已经无话好了 亏我还一次一次地为她的谎言开脱 一次次相信她是迫不得已 她是有苦衷 我真是个小偶 好我知道了 好我知道了 好 好 我来自个人都在这儿 来了 好 我来自个人都在这儿 让我来自个人都在这儿 没聞过 我来自个人都在这儿 你让我来自个人都在那儿 味道 尤雅 你頭也太讓了 要不 你好好休息 明天就憋屈了 没事的 我应该就是这两天没有睡好 没关系 婚礼可以延迟举办的 你身体最重要 没事的 不要紧 你吃点安神药 会好休息 不成 那我哄哄你 我哄哄你 是 这小区的安保向来是最为严格的 出入人员呢都有登记在册的 你说的那种情况不会出现 难道是我想多了 理由有的不可能这么听话 谢谢 什么事非得见面说 这么晚出来不怕悠悠起疑心啊 晚上的海面 波光淋漓 却最暗流涌动 凌梦我已经解决了 咱俩喝一杯吧 过了今晚 我拿到我想 你拿走你的那股 也许我们以后再会遇见面 我可以走了 啊 可惜了 可惜了 这美丽的夜色要我一个人对不起 我不是回说过吗 在没有抵达终点之前 这一切都是假象 你总不记得这句话 我不是回想了 你不不批请了 我不是回想了 你不批请了 我不是回想了 但他是谁 宁阳先生 李悠悠小姐 今天你们在李董事长床前 你们喜结连理 愿意成为一生之爱 是这样吗 嗯 李悠悠小姐 现在 你愿意当着公正人的面 同意把名下的所有财产 转赠给宁阳先生 并且 主动放弃对李董事长的遗产继承吗 我愿意 好 那请你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李悠悠 当着前大的面 我一定会永远照顾好你的 宁阳 是不是我只要签了这个字 一切就都会结束 是不是我睡一觉醒来 我们就会回到第一天认识的时候 悠悠 我说话送话 你从来都是说话送话 你也不希望爸有事吗 好 接下来的流程 就是新郎亲吻新娘的时候 希望你们二人的爱 能够传递给李董事长 让他睁开眼 见证你们的幸福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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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醒了 医生 你还愣着干什么 爱不爱 去啊医生 快去啊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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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我没照顾好咱爸 你什么意思 爸昨天晚上 走了 我不信 我不信 你别人 你别人 我不信 你别人 你已经得到 所有你想要的了 我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你还想怎么样 悠悠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呀 我多爱你啊 你爱我 你爱我 你有一点点爱过我吗 别装了你啊 我告诉你 你别得意的太糟了 好可惜啊 我本来 我本来 想把你好好医好的 你总是不肯 我明白了 你将那个变态的基因 它怎么改得掉啊 你才是变态 你处心积虑的报复 不就是因为觉得 我爸看不起你吗 那你是怎么对白露的 啊 抱弃他 爬上我的床 你就是个畜生 知道白露 原来背后的那些小动作 都是宝宝倪搞的呀 你他妈知道他 在这儿跟我演戏 难道真的是因为看不起吗 你说的太轻飘飘了 你懂被人像垃圾一样 踩在脚下的滋味吗 我为什么要在你家 当一条狗 不 你都都迪手 我在老童子眼里 从来不是他的女婿 我是他的一头看门狗 连条狗都不是我 我 为什么 我的爱是什么 我想送你去要被操控 他怎么可以随意的 见到我的人生和尊严 他从来没有见他 或者伤害过任何人 反倒是你 爱他丢了性命 他那么私有余辜 我太可笑了 你死在我手里 你 直到如今 你还是不肯承认你用过那些肮脏的手段 你不配做一个男人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下腰了 你要干嘛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不是很想我给你 拍照吗 你看镜头 你看镜头 都开镜头 我 悠悠 悠悠啊 我 歐夫 你在這好好休息 你沒時間懊悔了 你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清醒一點好嗎 你就告訴我你書藏哪了好嗎 我一定不會出賣你的 我真不知道姐 你別問我了 人心都是肉長的 我相信你跟你書的感情一定很深 你和叔叔都這樣 何況是父母呢 我從見不到我爸的那一刻起 我就發誓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一定要找出是誰害的他 所以我求求你了 你告訴我吧 你書的證詞對我來說很重要 好吧 好吧 我還跳我好好的我還跳我 我對我 好好好 逸陽 如果在警察來之前 你自首不過 沒準能少判了 自首 我憑什麼要自首 你们太可笑了 这么多人 你们演了一场很伟大的戏给我看 各位 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做错了什么 这些事你不用跟我解释 等你到法庭上好好发言吧 别闹 你觉得你们这些人 却当个人证就可以够啊 太可笑了吧 可笑 宁阳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的存在 我对你的付出只是可笑是吗 如果你当心里还是这样觉得 那你才是这个世界上不会可笑的人 我有什么可笑的 我真是高兴了 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主意 宁阳 你为什么要咬着我不放 我能够付出什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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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阳 人最怕钢笔子 你恰恰犯了这种精气 我知道你不相信所有人 是你把所有人的感情当作游戏 你才是那个无视别人践踏别人感情的渣男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自己找我的东西了 有有 你真的以为解决了我 就万事大吉了 你错了 毁掉你和你爸的 是他 是他 你 你 你叫他 哼 你做的那些伤害我们的事情 我要你加倍奉还 你们在说什么呀 你们说了半天没有证据啊 哎拜托啊 男欢女爱的事情讲究一个 你请我愿你知道吗 哎 你们愿意被我睡 这犯法吗 你这个畜生 还我还想再多给你一次机会 我猫再害命就罢了 这么多姑娘被你糟蹋 你还在这大放厥词 你太给男人丢脸了 你给我闭嘴 死老头 你知不知道我的人生 就是被你的金钱给你了吗 伯父没有做过任何侮辱的事情 说过任何侮辱你的话 伯父本来 是有计划要把公司给你的 不信你去问张律师 他的余助理到底有没有你 是 少人 你们连何演的戏还少吗 你啊 人生是有很多不公 有很多不容易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做坏事的借口 你知道你做的最错的事情是什么 说 你太逼顾女星的觉醒和意志力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咬着你的话吗 记得一个女孩吗 嗯 白露 她是我的妹妹 嗯 欣然姐 她一定要跟你翻面做咨询 没问题 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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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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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